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我們在前面一期的節目中 介紹了CNN技術總監切斯特 向真相工程臥底記者 炫耀CNN 敘事故事的內幕時 美拍攝下來 真相工程從4月13日開始 在推特上發布這些視頻 13日發布的第一部分的視頻中 切斯特吹噓CNN 如何幫助擊敗了總統唐納德·川普 說CNN是宣傳機構 14日 真相工程發布了秘密錄像的第二部分 切斯特炫耀CNN操縱新聞敘事的藝術 目的是改變世界 讓人們不得不來看CNN 賺取收視率 他拿出來的例子令人震驚 CNN利用人怕死的心理 故意利用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來製造恐懼 以保持收視率 此外 他還講了CNN記者 要如何引導受訪者 說CNN想說的話 這就是CNN的操縱藝術 在視頻中 CNN技術總監 切斯特和一位女士在餐廳或酒吧 應該是有多次會面 這位女士只有對話的聲音錄下來了 切斯特和這名女士吹噓CNN如何保持收視率 她說是恐懼迫使人們不斷打開電視 如果在新聞裡都是快樂的時光 人們就會關掉電視和家裡人一起去做別的事了 悲情故事也不足以吸引人 那是恐懼 恐懼真的會推高收視率 恐懼是讓你不斷收看電視的東西 然後 切斯特列舉了新冠病毒 CNN是如何利用疫情死亡人數來保持收視率的 我們來看一段她的視頻 切斯特在這段視頻中說 新冠病毒 收視率很高對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是在銀屏上登出死亡人數 這是我的一個主要問題 如何計算出每天有多少人死亡 比如 今天為什麼還補過高 如果能再高一點 就會使我們的觀看率更好 這個時候我就在想 我們為什麼集會 這是我們正在做的一個問題 從切斯特的話中 我們可以看到 CNN的這些高層精英們 完全不在乎人們因為感染病毒而死亡 為了他們的收視率 他們竟然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 她提到的集會 這就跟她打擊川普聯繫起來了 去年 不論川普總統競選 還是喬州兩名共和黨人競選參議員的決選 都舉行了不少集會 川普的集會每一場都是幾萬人 如果疫情死亡人數多 感染的人多 那麼CNN就會把責任推給川普 說是集會造成的 在視頻中 切斯特接著又講了新冠病毒死亡人數 在電視音頻上保留多長時間 這個我們可能都不經意的小事情 竟然是由CNN的執行長來決定的 CNN圖像製作人雷切爾·霍夫曼說是傑夫扎克 CNN的執行長 切斯特說 在一個房間 她經歷過很多次 她的主管叫她把死亡人數拿下來 她就拿下來了 然後他們就聽到一個紅色電話鈴響了 是一個特殊的紅色電話 製片人接聽了電話 經常製片人會打開電話的外放器 這樣房間裡的其他人都能聽到 電話那邊的人說 你們現在做的事情 沒有任何讓我想堅持下去的 把數字放回去 因為這是我們擁有的最誘人的東西 所以把它放回去 大家看看 疫情死亡人數是CNN擁有的最誘人的東西 要保留在電視畫面上 刺激人 死亡數字越高 人們出於害怕 想知道疫情怎麼樣了 專家怎麼分析了 就會不停地打開電視 所以收視率就高 這不僅僅是在發死人才 而且還期待著死更多人 CNN就能賺更多錢 實在是太敗壞了 切斯特說 通過紅色電話機 是電視台的頭打來的電話 電視台的頭還決定了死亡人數 會在屏幕上保留多久 隨後 真相工程的視頻切換到另外一名CNN的員工 這名員工也被秘密錄製 是CNN圖像製作人雷切爾·霍夫曼 霍夫曼說 這很可能是傑夫·扎克打來的電話 然後切斯曼在視頻中開始吹噓 CNN的編導策略叫做 If it bleeds, it leads 中文直接翻譯是 如果它流血了 它就會領先 用在新聞編輯上 意思就是說 最令人痛苦的事情會領先新聞節目 即使它不適合觀眾最相關的故事 CNN把這個策略 研溢到了相當極端、相當自私、超級敗壞的程度 直接用疫情死亡甚至希望死亡越多越好 來製造恐怖、恐嚇人 以達到他們要領先同行的精英目標 切斯特說 沒有人大聲把這些話說出來 但是 從我們做的報導數量來看 都是基於這個出發點 這是顯而易見的 切斯特還進一步講解了 CNN如何通過操縱來改變世界 操縱是一門藝術 比如CNN記者在採訪時如何提問題 那是一門操縱的藝術 他說 任何CNN的記者 他們實際上做的就是 他們告訴這個人該說什麼 就好像在他們張嘴之前 就給他們指明了方向 大部分時候 我們只在節目中 播放那些有上當記錄的人 注意切斯特說的受訪人 大部分是有記錄的、上過當的人 就是被記者引導著說話的人 CNN都有記錄在按 多年積累下來 他們知道應該採訪哪些人 顯然 作為CNN的技術總監 切斯特很清楚CNN對人們的影響力 也很精心運作新聞 引導觀眾跟著他們的觀點走 我們很感謝真相工程的努力 把CNN這些骯髒的敘事手法曝光 當中 切斯特有提到 並不只是CNN是這樣做 其他媒體也是一樣 那麼 我們作為受眾 以後再看左媒的新聞時 就實在不必太當真 保持警覺 能夠不看左媒的新聞 就最好不要看 真相工程的CEO奧基夫 做事非常認真、敬業 14日 他還公布了一段視頻 他帶著臥底記者拍攝的錄像 在新澤西的一家餐廳 讓技術總監切斯特看了一段視頻後 請切斯特發表看法 把切斯特嚇壞了 當時 切斯特和臥底記者小姐在餐廳就餐 臥底記者離開了 切斯特在等著她回來 哪想到 就這會兒真相工程的奧基夫 帶著攝影團隊就進到餐廳裡了 餐廳裡空空的 沒什麼其他客人 奧基夫向切斯特做了自我介紹 說出了對方的身份就是CNN技術總監 然後就發生了我們剛剛描述的那一幕 切斯特無法否認視頻 就讓奧基夫離他遠一點 要保持6英尺的距離 然後戴上了口罩 奧基夫立即遵循 切斯特站起來就走出餐廳 奧基夫一路追著 直到切斯特進入了自己的轎車 奧基夫追著切斯特說 你已經和我們談過了 你承認你們的新聞網在幫助某些候選人競選公職 你承認你想隱瞞 為什麼要隱藏起來?查理 為什麼? 等切斯特開車走掉之後 奧基夫對著鏡頭說 他們從來沒有勇氣公開說出他們私下裡說的話 這就是勇氣 這就是勇氣 奧基夫當面把臥底的錄像播放給切斯特看 並請他發表看法 這一個舉動很重要 特別是如果上法庭的時候 奧基夫就可以說 已經給了切斯特機會 他沒有否認 就像記者採訪和當事人做核對一樣 今天 4月15日 真相工程公布了秘密錄像的第三部分 CAN技術總監查理 切斯特揭示當下CAN的一個操縱重點 就是黑命貴在持續攻擊亞裔 CAN正在試圖幫助黑命貴 切斯特說 他正在努力做一些研究 比如亞洲人的仇恨 人們被攻擊 或者研究一直攻擊亞裔的黑人 他們CAN正在試圖幫助黑命貴 切斯特說 他指的是個人 不是一個群體 切斯特也知道這樣做不好 他對臥底記者說 你知道這不是什麼好事 這不是什麼好事 這些小事足以阻礙運動 因為極左派會開始關注並創造故事 比如給一群人定罪的故事 他認為這更容易成為頭條標題 切斯特還說 他們CAN可以塑造所有人 對任何事情的看法 這取決於你怎麼做 就像通過編造故事來幫助你的平台一樣 切斯特承認 這樣做可能就是宣傳了 真相工程CEO奧基夫說 過去三天 CNN一直在報導發生在明尼蘇達州 布魯克林中心的黑命貴騷亂 CNN技術總監查理·切斯特的言論 讓人質疑 CNN在種族問題上是否公正 14日 在接受福克斯新聞主播 漢尼提採訪的時候 奧基夫還說 真相工程要起訴CNN誹謗 因為CNN主播Kabura 謊報有關真相工程的消息 奧基夫對漢尼提說 在真相工程 對《紐約時報》的誹謗訴訟案中 真相工程在紐約州最高法院贏得了勝利 現在要準備起訴CNN 他認為 很多人都有必要行動起來 起訴媒體的誹謗 CNN在這連續重磅炸彈的轟炸下 再加上一些訴訟案 說不定某一天真的就會垮掉 到時候大家一定要記得慶祝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